性主体的概念,以心性论为标题显示这是一个人类的活动的哲学问题,但是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哲学术语中的,功夫论哲学,却更能显示这种价值追求活动的意义,因此在劳先生使用中的心性论应该极是功夫论哲学的意思。 如果心性论还有一出功夫论哲学的讨论项目,那就是由心性主体的进入去谈出关于外在现实世界的认识,而那就已经是行上学或宇宙论在处理的问题了。 如果心性论这个哲学题目在处理的哲学问题始终是价值追求活动的话,那么我们就很有理由将其视为就是一种功夫论哲学。 南京大学恒郁博士在谈论中国佛教心性论的时候,特重心性的转化问题,这也正就是佛教的功夫论哲学的讨论, 在小于心性论大于一文中则为,心性论实际上应当是以心性的转化,中心而展开的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的方法论体系。 三十,我们认为,旧心是作为可以谈论主体的活动的概念而言,当代许多学者实际上讨论到的心性论问题就是作者所提的功夫论哲学问题, 如果要更精确地界定的话,则应该是本体论进入的功夫哲学,以有别于从气论进入来谈的宇宙论进入的功夫哲学。 三十一,我们之所以要将心性论视为就是功夫论哲学,是因为要展开关于劳先生宋明如学权势系统的方法, 法论反省的工作,因为我们对于劳先生将行上学,宇宙论的哲学效力视为不如心性论的哲学效力的观点要提出一些讨论。 我们的观点即是透过对于基本哲学问题的研究取向而给予形上学,宇宙论一个更有意义的理论地位, 因为这个地位的取得,是必须将如学史的理论发展问题做一个结构化的整理,使得行上学及宇宙论哲学在中国如学史的发展中有着与心性论同样重要的理论地位。 这里我们要对哲学史上的如学理论之提出,就他们原来所面对的问题做一个反省性的铺陈, 我们先假设这些如学理论是为着这些问题的摧破或理论的需求而发展出来的。 首先是一个德性活动的具体经验已经活生生的被一个人或一群人或一段历史上的整个学派的人实践着操作着, 第二是大教育家要求人们必须从事德性活动, 第三是大哲学家立论言说这个德性活动的价值方向, 第四是后继的哲学家言说这种价值追求的真正落实完全是基于活动者的内心的自觉, 第五是哲学家对于追求这种价值所建立的普遍人性是在于实践者的自我要求自我觉醒中成立的, 第六是哲学家基于这样的实践经验而体悟到的天地万物在这样的实践中形成了一个具有德性意义的整体, 于是从普遍理绪的角度中再次认识到了这个价值自觉的合理性, 因而对于普遍理性进行了研究与发言。 第七是对于发展在其他学科领域里的关于客观外在世界的发生、发展、变化、结构等等的知识从, 认为他们在主体性的价值自觉的领悟活动中,也必然是有关联的, 于是发展了人在天地万物的存在世界里的存在地位的言论, 因而推出了应该追求有价值的人生的观点。 在上述的哲学问题或理论需求的知识历程中, 面对一个个新的重要问题而给出一套套完整的理论是一个学派内的理论发展的实况, 基于新的问题的出现而提出解决的方案的思考过程。 我们在许多基本问题上的态度必须是已经预设了前人的思路了, 这指的是基本价值方向的思路,倒不是哲学方法论的思路。 在我们这样的态度下,先秦至秦汉的儒学从心性论到行上学到宇宙论是一个知识的发展历程, 他们并不是在回答同一个理论问题的理论建构, 他们是在同一个价值心灵里而回答不同问题的理论建构。 同样的,在行上学, 宇宙论的知识形态已经普遍地成为道佛两家的哲学理论建构模式时, 站在儒学立场的儒学家在宋明时期也就从周章的宇宙论思维, 到二臣的行上学思维,到陆王的心性论思维。 这也正是一个不同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转换的发展历程。 心性论作为一种题目的意义记名, 心性论是一种功夫论的观点意义提出, 我们接下来就要将心性论替换以功夫论, 并且在一个哲学基本问题地位平等的立场上让功夫论哲学与行上学及宇宙论哲学关联互动起来。 不过由于这一部分的观点作者本人已经多次在各篇学术论文中发表了, 此处便仅减数即可。 三十二 首先,行上学与词有其意, 我们认为在做中国哲学的讨论时, 如果以本体论及宇宙论两个哲学名词来做区分, 或许会比以行上学及宇宙论两个名词的区分更为清晰与准确。 其次,心性论作为由概念范畴而言说的理论形态的意义可以转换为由功夫论哲学替代, 功夫论哲学是一个在中国哲学脉络中一直非常明确的基本哲学问题, 功夫论中的价值方向从实践的角度说是主体自己给出的, 但是从理据的角度说却是从本体论给出的, 但是本体论中的价值方向的确立从方法论的角度说它仍然还是从主体的取决中建立的。 以这样的架构重新来看心性论的时候, 我们知道心性论便是一种本体论进入的功夫哲学, 而当我们把注意力不只放在儒家而要同时放在道家道教哲学的时候, 气论进入的功夫活动便是其中的主角, 气是外在现象世界的分析员, 论说气即是论说宇宙论的问题, 于是我们见出了道家道教哲学中言说于气论功夫的宇宙论进入的功夫论哲学, 三十三,这样的思路便使得心性论以功夫论哲学的新身份而能与本体论沟通起来, 还能以儒家功夫哲学的立场与道家道教功夫哲学有了哲学比较的视野。 在我们将心性论与功夫论替换之后, 我们接下来还要讨论一个劳先生哲学史书中时常出现的名词, 那就是境界。 境界是理想人格的状态, 境界是功夫追求的目标, 一种理想人格境界的言说是要有世界观的背景的, 恐梦的世界观与道佛不同, 恐梦的圣人境界与道佛的真人菩萨境界不同, 各家的理想人格的之所以是如此的一个形象的问题, 这是应该要有一个知识上的说明的。 这个知识上的说明通常即是跳到了本体论及宇宙论中去了, 由于作者在其他的文章中有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此处就不在多数, 重点在于作者要提出以功夫论、 境界论及本体论、 宇宇宙论四方架构的一套中国哲学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架构来作为中国哲学各家体系的诠释系统, 在这个诠释系统中将显示不同学派间的价值差异, 但是同一学派却应有着相同的价值立场, 否则即不能称为同一个学派, 至于应如何准确地诠释如释到各学派的价值立场, 这涉及我们对理解各学派理论建构的知识训练的问题, 此处亦不多论。 总之, 劳先生经常不可避免地用来解说中国哲学观念的境界概念, 我们认为它应该具备一个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的角色地位, 因此我们将以境界哲学的名词来重新使用它, 并且将境界哲学与功夫理论和本体论, 宇宙论四者共同形构成一套中国哲学的诠释架构。 在上述四方架构中, 我们要提出一个不同的儒学诠释史观, 这个史观并不是思想眼镜的内在理路, 而是方法论反省的分析架构, 因为思想眼镜的理路可以有太多的线索, 学者可依各自的专长而理出各种不同意义的线索, 我们不在此处进行争辩。 所谓的方法论的分析架构即是以一套普遍的方法论理论立场 而对于如学不同作品的形态分类。 不同作品的理论问题不同, 不只是主张的不同, 主张的不同只是理论活动中很表面的事情, 我们很难从主张的表面而知道太多理论的细节, 而作为哲学的观念便必须要有理论系统以使其成为普遍的原理, 因此准确地认识一套哲学则适应从其问题意识, 到思维脉络, 到观念主张有一整套的了解。 有了这样整套的理解之后, 我们才可以在一套抽象度更高的方法论分析架构下给它一个理论形态的分类。 在这里我们就要提出孔孟一同中的一个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区分的观点出来。 我们认为孔子思想中对于儒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将儒家价值取向的理想人格予以界定, 这其实正是一个学派的创立者该做的事。 劳先生在诠释孔子思想的时候将其价值标的以设理归意设理归人而接出, 然而我们在《论语书》中见到更多孔子直接指出君子应位之事, 就在这些指定性语句中我们见到完整的儒家理想人格的典范, 所以我们可以将孔子定位为儒家境界哲学的创立者, 三十四, 以及提出理想的儒者典范者, 即在这个意义下他当然还是在劳先生使用心性论哲学概念下可以相容的一个哲学问题。 以孔子为境界哲学, 那么孟子就应该是功夫论哲学了, 三十五, 孟子讨论功夫主体的自觉之道, 讨论功夫主体如何实践它的价值理想, 讨论功夫主体在活动的时候所领悟到的对人性及天道的看法等等。 从方法论研究的角度, 中庸哲学所讨论到的本体论哲学问题, 并不是在价值追求活动上使其活动能量更加强化的问题, 而是对于价值追求活动的知识性要件进行建构, 建构之路是走上了本体论的形上原理建构的方式, 但是当我们细读中庸之作, 文中还是充满了劳先生定义为心性论哲学的许多语句, 甚至也有一些跟宇宙论哲学相关的语句, 于是我们必须再度回到如何认识一部在学派传承中的哲学作品的理论发展的真实历程的问题, 我们应该要这样认识, 中庸是继承了孔孟的价值心灵之如学理论建构作品, 他在他的时代氛围中见到了普遍原理这种哲学问题的重要性, 他认为儒学的价值命题的成立根据的问题必须予以解答, 于是他给出了这个儒学的普遍原理, 及其成者天之道的言说内含者, 但是他仍然继续支持着孔孟所提的哲学观念, 以及心性论形态的理论语句, 只是当他再度叙述时变成了重述因而没有理论创造的地位, 而他自己发展的哲学问题的思考成果则是有着理论创造的地位的, 及其本体论哲学者。 所以我们以中庸是儒学本体论哲学的重要建构作品。 这也无怪忽北宋诸如多有以中庸入手而有本体论建构的理论收获。 一传之作中的境界理论, 功夫理论与本体理论在论语中, 在孟子,中,在中庸, 里皆有了前人的成就, 一传,并非没有陈述, 但皆非观创造, 一传,特有的理论创造是把秦汉之际的宇宙论知识系统纳入谈如学理论的哲学作品中来, 三十六, 一集, 一传, 在建构如学理论的时候是把其实代背景的宇宙论知识系统和如学价值命题予以合构。 因此我们说, 一传, 哲学发展了如学中的宇宙论知识系统, 说它是发展了宇宙论的意思就是说它并没有否定前如的境界, 功夫, 本体哲学等等, 它是在一个价值立场继承同一学派的前提下发展了它的时代氛围中认为需要强化的理论不复。 即宇宙论哲学的理论部分。 宇宙论哲学则当然有它的理论思维方式, 它是以宇宙论的知识作为价值取向的知识性根据, 于是对于价值追求的活动赋予了知识说明的功用, 但是价值追求活动的真正发动是无关乎外在客观的知识的说明或认识的, 或说是并不是在宇宙论的知识说明中即可由实践者直接发动功夫做价值追求, 价值追求活动仍然必须是主体的内在心性的自觉, 但这是,谈活动,的理论。 如果是,谈活动理论的知识性根据, 则可以诉诸宇宙论及本体论。 我们在这样的诠释思路上将宇宙论及本体论和心性论中的功夫论和衍生的境界哲学予以合构, 并将恐、梦、雍、亦各自作为某些问题的哲学继承者及某些问题的哲学创造者的角色扮演予以釐清。 在这个工作完成之后,我们要就本体论和宇宙论的方法论地位进行检讨, 在这个检讨的意见中,我们又要再度接受劳先生在方法论上对本体论和宇宙论的批判性意见, 劳先生针对价值追求活动无关乎本体论及宇宙论的理论建构, 劳先生以价值取向的给出是直接完成在主体的自作抉择中 故而不能诉诸本体论及宇宙论的知识命题来予以推动, 故而对于价值追求的活动而言本体论及宇宙论的理论效力是不如心性论的。 这些批判性的意见我们已经以前述常常的篇幅将哲学知识的角色扮演做出了厘清, 但是劳先生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 就是说本体论及宇宙论的理论效力既然不如心性论那么远属于本体论及宇宙论的问题意识 就应该放在心性论的范畅内来谈。 37 这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意见, 就在劳先生的这个意见中我们再次认定了本体论及宇宙论的问题意识 作为人类理性发展过程中必然会追问的问题是一个极为正常的现象, 但是所谓的本体论及宇宙论的问题交由心性论来处理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以为, 这个意思在发展下去就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观点, 那就是中国哲学的形上学宇宙论必须是关联着功夫境界哲学的思考而建立完成的, 本体论的命题意识由心性功夫来确认与界定, 它固然似乎是天地万物的普遍原理, 但是它的命题成立是在于主体的自觉中才有的成立, 因此它是在主体的境界中的世界观。 本体论是如此, 宇宙论亦然, 宇宙论当然主要是一种知识性的概念, 但是在儒家哲学体系中的宇宙论知识系统与其说它在建立一套客观的认识世界的宇宙论知识, 不如说它在利用客观的世界观知识描述系统而要求将儒家的价值命题与以贯彻进去, 这是因为儒家宇宙论体系的建构者即儒义撰作者也好即周敦仪也好, 我们都看不出他们是从事客观宇宙论知识研究的理论工作者, 他们的工作其实是将儒家的价值命题与一些宇宙论的知识架构进行合构, 强将儒家的价值命题赋予在世界构成性的知识中, 是一种价值哲学对客观世界知识的载质。 这是价值命题的支持者自身所需要的理性慰藉, 无论其所做的强势赋予是否即是真理, 至少这种形态的知识活动在方法论意义上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个名词叫做境界哲学。 境界哲学是旧哲哲学体系在建构的进入上是依据主体的境界呈现而做出的言说理论来说的, 境界哲学的意思也代表了一种哲学立场, 那就是中国哲学的理论系统的整个内涵是一套主体的境界的展现。 我们这样的态度比起劳先生只允许心性论哲学是一合理的哲学应是较为宽松的态度, 这样的态度是使得本体论及宇宙论都得其理论应有的地位, 都在作为主体的功夫实践的认识进程上由主体的境界展现所推出的对外在客观世界的看法。 它是一种对外在客观世界的看法, 它是解释经验现象的知识, 经验现象交由本体论及宇宙论说明, 实践活动交由功夫论及境界论说明。 但是说明实践时需要所谓的客观的知识的理据, 所以说功夫与境界时要从本体论及宇宙论上说下来。 说经验现象时要有方法论的反省, 所以说本体论及宇宙论时要由功夫论及境界论说上来。 从方法论上说本体论与宇宙论只是一种境界哲学, 从知识的理据上说功夫论与境界论是有形上学及宇宙论的知识根据的保证的。 当然,在今日的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意识中来看, 去认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及宇宙论的命题的方法论意义才是重点问题, 因此我们说如学的本体论及宇宙论的命题是在实践者的主观意志取向下赋予出来的命题系统, 我们说这是一种境界哲学。 我们说的境界哲学和穆先生说的境界形态的形上学是不同的, 三十八,穆先生是说道佛的形上学是虚说的姿态, 而如学的形上学是客观世界的真实界说, 是实有形态的形上学。 我们说境界哲学是说如学的形上学虽然主张世界是实有的, 但是如学的主张的成立可能只能是成立在如者的主观意志中, 因此这种境上学的知识性格是一种人类活动的境界的展现, 因此如学及道佛一般,都是境界哲学。 用劳先生的话说,都得交给心性论来处理。 接下来我们要来收拾一下在宋明儒学的诠释体系中的基本哲学问题的转化问题。 周敦仪建立了宇宙论, 但是其中充满了本体论的价值命题, 它的宇宙论知识系统对我们认识外在世界实在没什么帮助, 它的本体论的命题却让我们知道功夫的入手, 所以我们说周敦仪的理论还是本体论的建构为主。 在宇宙论上虚晃一招, 把道教练丹的图示及概念用来说经验世界中天地人及万物的生成过程, 谁也不能真正在它的宇宙论的太极图说中知道什么科学知识。 但是它的通书中的本体论哲学的建构极由之而却断的功夫论命题却是如学理论建构中在送出的大家。 章载对于宇宙论的概念的整理能力是极强的, 它几乎把装学以降至淮南子论说宇宙的气论传统充分地继承了, 但是这个继承依然不增加我们对外在客观世界的知识, 通常宇宙论的知识之间力是会增加人类的知识的, 但是如学系统中的宇宙论都不是宇宙论知识的创造者因而增加了人类的宇宙论知识, 如学宇宙论都是接收别人的宇宙论知识架构而来, 接收的目的是要把价值命题贯彻进去, 不论是为论说人性或是论说天地万物的普遍原理, 以及是在宇宙中谈人性谈本体论的普遍性价值原理, 穆宗三先生说中国哲学的形上学是本体宇宙论39, 此话说得极好, 因为至少在如学的传统中并没有什么客观的宇宙论的知识上的贡献, 只是对于天地万物的价值原理的解读而已, 至于天地万物本身的自然规律及经验知识, 这些都不出自如者的贡献, 唯有例外的是少庸, 其皇级经世中建立的时间观念却是宇宙论知识中所提供的新的知识, 至于他谈到功夫时, 则我们也见不出与孔孟之所谈有何重要的区别, 以及其论说功夫时即仍然是如学价值取向下的功夫路线的。 二层专论形上学问题及本体论问题及人性论问题, 因此也集中在理概念或性概念发挥, 劳先生说朱熙是北宋朱子的大宗和家, 所以在北宋朱子所论及知天道理器性命新朱说皆需进入其系统之中。 所以朱子也不是反对新性论的理论工作者, 新性论的哲学问题在他的论述中当然也会出现, 只是他的知识性性格过强, 他必须对在北宋氛围中的所有概念及所有命题做出架构来收拾这许多的理论部分。 所以各种基本哲学问题都在他的理论中出现。 陆王显然就是功夫论的理论观关切者, 他们的哲学发言都在功夫论的问题意识上进行, 但是功夫论的发言涉及主体所界定的境界状态, 如果是指的普遍的一般人性的功夫活动则是一种形态, 如果是指的已经有了圣贤气象者的境界时的功夫则是另一种形态, 因此功夫有从初学者进入的功夫, 也有从最高境界者的直接展现的功夫, 这应该即是王门后学的功夫理论的争辩之关键。 我们如果以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的观点来重新看待宋明如学的理论, 那么我们将不再对于宋明如的宇宙论及形上学中心的理论模式做出批评, 而是假设了宋明如在各自面对他们自己所要建构的理论问题, 他们各自在自己的系统内不应该有一套完整的宇宙论、 本体论、功夫论与境界论的问题及观点, 但是不一定全部表现出来, 而是表现其中的一两个部分, 其他的部分则以一预设性的态度接受着学派传统的一般性观点, 并且在每一位哲学家的作品里面也都形成了各自的一套儒学思维模式。 我们在宋明如学的研究中可以进行理论形态的比较, 而不需有理论高下的评判。 至于宋明如者彼此之间的内部理论争辩, 则有的是对于他人的问题意识的错置所致, 辩论的议题甚多,此暂不多论。 本文是要反省劳先生的宋明如学诠释体系, 因此重点并不再提出作者自己的方法论观点, 因此上述观点简述至此即可。 对于作者自己所提的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的方法论架构, 我们还应该给以简单的收拾如下, 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强调论题的清晰有助于答案的理解, 强调哲学体系乃是各自是各自的形态, 在中国哲学如是到三学复杂的形态差异中, 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有助于理清三教之差别, 但是对于一些在学派内部的一同问题, 却倾向仅可能理清同一学派者的内部共同点。 7. 对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的方法论反省 对于我们把功夫、境界、本体、宇宙四个基本哲学问题凭致为研究中国哲学各家体系的方法论诠释架构而言, 我们发现在一个意义上是与劳先生所提出的观点有所冲突的, 本文当然不是为讨论作者的方法论而作, 但因为所提意见与劳先生有冲突故意应一并讨论于此, 意味对劳先生哲学观点的反省意见。 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一指着对于任一家的哲学理论而言, 体系中应该包含本体宇宙功夫境界四方架构, 任一路的观点的提出在一个整体的理论需求上应该是彼此预设互为关联的, 各个哲学体系的理论建构可能有在于其中的一路或两路的偏重, 也可能有全面的关照, 总之当它形成一套有形态的理论时, 它必然有各个基本哲学问题的明确观点, 有是它主动表达出来的, 有是它在学派立场中预设着的, 有是它的后继者会继续发展的。 因此我们说中庸一传预设着恐梦价值哲学的命题而发展了形上知识的理论部分。 但是劳先生却说中庸一传是以天道观统心性论而非以心性论安顿天道观, 四十, 这样就与我们的权势有所冲突了。 劳先生所谓以天道观统心性论即是说, 中庸, 一传, 乃以客观存有论来处理价值问题, 但其中有诸多理论困难, 因此是不成熟的价值哲学, 唯有诉诸主体性自觉的心性论建构才能成熟地处理价值哲学的问题。 为解决这个冲突的问题, 我们认为, 中庸, 一传, 作为其理论的特色的部分确实是以天道观, 以客观存有论来说明价值的知识性依据, 但, 中庸, 一传, 中也有许多文字是价值活动的语句, 以及是劳先生所说的心性论意义的语句, 中庸一传建构客观存有论知识作为价值方向的知识性根据, 但在实践者要具体进行实践活动的时候, 当然是主体性的自觉才有实践的真实实意。 因此这行上学宇宙论的客观存有论命题其实是扮演着知识提供的角色, 而心性论意下的功夫论与境界论才是提供促成实践的指导性功能。 至于这个知识上的提供的真确与否其实是一个必须深究的问题, 劳先生以如学乃是站在价值的肯定世界一面上发言以对抗佛教的否定世界的心性论立场。 41.那么究竟应该肯定世界还是否定世界? 又究竟佛教在什么意义上是否定世界? 以佛教为否定世界的价值选择因而进行佛教心性论的理论认识的方式是否是佛教哲学体系的准确的认识方式? 这些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哲学上的客观世界的形上知识的辩论的问题。 要辩论就在形上学上辩论, 如学中的形上学进入的哲学体系就在做着这样的辩论。 对于肯定世界的人文化成的价值选择 当他遇到了不进行人文化成的价值方向的时候, 他的价值立场的真确性的哲学问题是必须处理的。 劳先生也说佛教为实学对于他们的否定世界的价值方向提供了知识上的说明, 为实学论说万法,是一现象上的说明,即是一宇宙论的说明,即是一客观存有论的说明。 儒学当然也得建立客观存有论, 因此中庸一传以天道说心性是在处理客观存有论的辩论问题, 宋明儒的周章二臣及诸熙者即是在处理这样的问题, 为其论说知识兴趣过浓, 遂有路亡就实践处在下回首, 实践永远是主体性的活动, 禅学的心性论意是实践的哲学, 路亡的心性论意是实践的哲学, 因此都走着心性论的路子, 然其心其性各有不同, 如学心性论以肯定世界的人伦活动为价值方向, 即道德意识者, 佛学以般若空会为价值方向, 至于这是否及是否定世界或是哪一种意义下的否定世界就需令呆他闻才能申论了。 八, 对劳先生, 思辨录, 中的哲学观念之反省。 劳先生于静作极, 自序中极严明他的作品有一些特殊性在, 使得人们不易了解, 原先自己也未曾明确地察觉到, 现在在静作极中或许多少能再做一些厘清, 四十二, 劳先生于静作极中所提出的若干观念, 确实对于原来在, 中国哲学史, 书中所提出的许多极强势的哲学观点有了极明确的再界定的功效, 这其实也更确定了作者原来对于中国哲学史书中的前述反省性意见的合理性。 本来我们讨论劳先生的哲学观点, 应该将其中国哲学史及思辨录两套作品一起并观, 但是在中国哲学史书中的劳先生的观点实在已经十分明确地形成了一套中国哲学方法论的理论体系, 他也是实上在当代中国哲学界里形成了极重要的理论影响力, 而在《思辨录》书中的新的观点出现之后, 至少就作者本人所关切的中国哲学理论理解的方法论问题时已解消了一大半, 但解消是对更根源性的理解观点的解消, 至于就已经形成的对于宋明如的解释架构则仍存在于《中国哲学史》书中, 所以我们还是依照作者自己对《中国哲学史》书的完整的反省观点做出细节铺陈, 在这个铺陈中使可见出哲学讨论的思辨历程, 在经过了这个历程之后, 再来研究劳先生的《静坐集》中的新的想法, 则更能理解这些新的想法的更深刻的哲学意义。 劳先生、《静坐集》中有几组重要的观念的提出, 作者认为对《中国哲学方法论观念》的澄清是极为重要的, 第一组是认知性哲学及引导性哲学, 第二组是功夫论哲学, 第三组是道德理论, 道德境界, 道德教育。 我们将从这三组观点的引界中说明他们是在什么意义上澄清及补充了劳先生于《中国哲学史》书中的观点, 也要说明他们在什么意义上合作者对《中国哲学史》一书的反省性观念有能相互配合的地方。 就《认知性哲学及引导性哲学》而言, 43、劳先生透过对于哲学概念的开放性界定, 提出中西哲学在意理沟通时应该对于彼此的哲学活动的特殊性有一种开放性的认知态度, 哲学这种活动在中西的差异上, 使得他很难有哪一位哲学家来给他一个定义, 他只能有哲学史上的事实来呈现大家在这个活动上的经营, 因此对于他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要有一种开放性的态度。 劳先生自己就对中西哲学的意理活动提出认知性功能及引导性功能的形态区分, 并认为就中国哲学几乎都是作为引导性功能的哲学而言, 如果人以认知性功能来检视中国哲学, 则中国哲学几乎就不成其为哲学了。 如果能准确地以引导性功能来认识中国哲学, 则中国哲学的争议即可获险, 这也就是劳先生所提的要以开放性的思维来认识哲学这个概念的多重性意义。 在引导性功能的中国哲学的立场上, 我们便可以建立全是宋明儒学及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架构, 劳先生以心性论宇宙论形上学的三种形态来作为诠释宋明儒学及中国哲学的理论形态是一种方法论系统, 劳先生基本上主张心性论中心的哲学理论才是准确的中国哲学一理模式, 我们则提出功夫境界宇宙本体平等地位的基本哲学问题诠释架构来探讨中国哲学, 这也就是已经基于中国哲学是一种引导性哲学的立场上的做法, 承认它是一种引导性哲学, 但是它已经建立理论来研说它自身的观念, 因此它已经是一套哲学知识的系统, 它因此可以有被诠释理解的客观架构, 但是它是站在引导性的基础上研说的理论, 所以对于其中最有特殊性的功夫论哲学及境界论哲学就应该是它的哲学知识系统内的重要部分, 因此应付与其在论说中国哲学时的基本哲学问题的理论地位。 在劳先生提出中国哲学是一种引导性功能的哲学形态的想法里, 我们其实也意识到这样的类似的观点在几位重要的当代中国哲学家的作品里也都是众口一致的表述了, 例如穆宗三先生所者,中国哲学的特质,一书,四十四,方东美先生写作,中国人生哲学,四十五, 这些作品中都已经对于中国哲学作为一种人生哲学的哲学理论形态及语介说了, 问题是在人生哲学的引导性功能中对于哲学知识的意理定位应如何界定的问题, 即中国人生哲学的客观知识建构的可能性问题, 及其已经建构的庞大意理系统的客观成立可能性应如何判断的问题。 中国哲学的引导性功能有可能引导错误, 正确与否仍然有一个理性的探究的空间在, 找出这个理性的探究空间,守在建立清晰的言说架构, 言说架构清晰之后对于所言说对象的真伪便有了可以辩论的余地了, 这时候的引导性哲学便可以以理性知识对象的身份接受学院工作者的检视与批判, 这应该也就是中国哲学的当代化及哲学化的工程了。 就,功夫论哲学,而言, 劳先生在写作《中国哲学史》时已经全书充满了功夫论的词语的使用了, 只是在他的方法论思考架构中并没有把功夫论提升到语形上学, 宇宙论及星性论同等的方法论地位上来, 在《思辨录》中则明确指出功夫论是中国哲学特有的哲学理论。 46,我们以为如果劳先生在写作《中国哲学史》时就已经把功夫论哲学提升作为全是中国哲学核心架构的话, 那么劳先生对于心性论概念的强调以及对于形上学、宇宙论的批判性意见或许会有一些改观, 因为功夫论一方面即是完整的心性论的问题意识, 另一方面功夫论的意理肩架中其实是不能脱离本体论及宇宙论的哲学知识的。 于是在此处功夫论的提出及使用不仅一方面抓住了中国哲学的心性论中心的意理特质, 另一方面还扣合了哲学史上已经是时尚联系盛景的形上学及宇宙论的理论地位。 就道德理论、道德境界、道德教育的三个层面的区分而言, 四十七,这是劳先生对于儒家哲学作为一种道德哲学的讨论时, 认为就道德哲学在各个文化传统中是有着上述三种课题的, 我们深信这也是劳先生在哲学概念的开放性视野的观照下所提出的对于道德哲学的课题的区分。 哲学的课题是永远无法被限定的, 虽然它可以被重新归类,也可以被批评, 但是哲学的课题在人类文化的进展历程中谁也无法做出现在限定, 我们也可以说对于哲学课题的开放就是对于未来哲学的开放, 事实上任何哲学家都无法不对未来的哲学开放, 因此就哲学史上事实上已经出现的哲学课题来定义哲学的概念这才是哲学研究者的理性态度。 就儒家哲学是一种道德哲学而言, 这其实也是一个明白的事实, 说儒家哲学是一套道德哲学应该是不需要再予以任何的方法论反省了, 需要做的是对于道德哲学的建构进入及成立判准进行反省。 劳先生所做的这三种区分, 事实上是以课题存在的事实开放了道德哲学的讨论空间, 于是在道德理论的层次中行上学, 宇宙论、心性论等等哲学理论作为在这个课题下的题目项目是合理的, 这是我们警戒的劳先生在这个意义下对儒家, 道德哲学中的行上学及宇宙论思维的不批判性意见, 这也是我们一直的不放弃行上学, 宇宙论作为一种儒家哲学的知识性建构的理论是有意义的理论, 因此要给它在儒学诠释体系中一个明确的角色及理论的地位。 其次,在道德境界的层面, 劳先生指的是道德实践的功夫活动部分, 在我们的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的四方架构中, 这即是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在处理的哲学问题的层次, 劳先生说在道德境界的理论部分涉及的是意志的纯化问题, 以及是实践的活动的问题, 路亡即是这一路, 心性论意是这一路, 这当然是价值哲学中的关键部分。 劳先生提出道德哲学的这一部分来, 我们认为重要的道不是以心性论位涉及道德境界的道德哲学的再次界定, 重要的理论意义是 劳先生对于道德哲学的理论形态在道德境界之外 还提供了道德理论的建构空间, 这当然是使得中庸一传及周章二臣之学重获理论地位的关键说法。 最后劳先生最强调的其实是道德教育的部分, 劳先生提到指导性功能的哲学都有一个转化自我及转化世界的目标, 这在儒学的意义上即是要去创造一个人文化成的世界, 是一种要改变世界的理论, 并不仅只是要说明世界的理论。 当然要改变世界的目的是要有知识性的说明的, 如学的道德理论部分即是做着这样的说明, 但是当道德理论的知识说明及实践者的修养功夫已然充分之后, 即需要有更具体的社会教化的活动及其知识, 这一部分的哲学理论也可以就叫做文化哲学或教育哲学甚至即是社会政治哲学, 就这一部分的理论而言, 孔子当然说的多些, 但是孟子也说的不少, 荀子就一直在说了, 甚至反而在人性论的问题上太迁就社会政治功能而致走了偏锋, 至于宋儒则相对的说的少了, 这可能跟他们的官位太小了有关系, 不过陆王室有事功的, 刘吉山也有许多奏益, 这也显见宋儒真是搞理论的人。 从劳先生这一部分的理论强调而言, 我们也确实可以见到劳先生自己的努力, 一部《思光时论》集, 四十九, 就是最好的写照。 九, 小节。 本文对劳先生与宋明儒学的方法论反省, 提出了许多作者自己的相应性的观点, 其实是站在劳先生的基础上企图多处理一些中国哲学史上的理论问题, 基于作者自己对于中国道佛两家哲学的更多关怀, 因此提出了另一套方法论架构, 本来的目的是为了在做三教比较时能有一更有力的分析架构而做的, 这一部分的若干成果意已建于作者的其他论文中。 方法论架构是为协助分析哲学作品的, 真正哲学实力的养成都在原点书解中才能成就, 这也将是作者自己未来的努力目标, 希望不是仅止凭空地提出一种可能性的解释架构就完了。 劳先生的解释架构是已经具体的展现在整部中国哲学史书中的方法论体系, 因此是一个活的方法论, 就现在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们先有能兼具方法论创作及原点解读工作同时进行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宏观地来谈现代中国哲学时, 冯友兰先生, 唐君毅先生, 方东美先生, 穆宗三先生, 及劳斯光先生的作品需要一再地被研究讨论之故。 希望本文之作对于劳先生的方法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进程中是有意义的, 因为作者自己也是一直地在劳先生的著作中汲取养分, 特别是在《思辨录》中又见到更多的契合之处了, 是魏晓杰。 以参见《新编中国哲学史》台湾三民书局出版, 1981年出版, 本文所引用的是1991年增订六版。 以下本文集注是中阶简称《哲学史》。 2. 参见《哲学史》卷1, 页162, 劳先生言, 孟子之学说以《新性论及政治思想》为主要部门。 Under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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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性论》又可分数点言之, 1. 性善与四端说, 价值根源与道德主体之显现。 2. 毅力之变, 道德价值之基本论证。 3. 氧气与成德之功夫, 道德实践问题。 此中以性善论为中心。 1. 页191, 孟子虽认为主体性能创造历史, 但并非以为主体性必须在此一层面上方完成其价值。 盖孟子所持之, 新性论、 立场、 中以内在意义之德性为价值所在, 一切外在意义之创造显现, 皆只是为此德性之展开。 此种展开, 有故甚佳, 无意不爱德性本身之价值。 3. 参见卓著, 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即基本哲学问题, 北京华文出版社。 获作者网站, 杜宝瑞的中国哲学教室 HTTP帽号双斜线HFU.EDU.TW斜线取代符号BORUI。 4. 关于哲学体系研究法的观点, 请参见卓著小于和上公祝老的哲学体系之方法论问题 检讨大于两前春三清道家道教学术研讨会, 三清道家道教文化基金会主办, 桃园大西, 2000年4月22-23日。 极小于严均平, 老字纸规, 哲学体系的方法论检讨大于 中国哲学与全球伦理, 国际学术研讨会, 东吴大学哲学系举办, 2000年5月20-21日。 或参见世界鸿鸣集2000年6月号。 5. 参见劳斯光哲, 思辨录, 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96年1月出版。 以下本文集注释中阶简称, 净作集。 6. 参见哲学史, 卷一, 页147, 劳先生言, 自我问题, 本位哲学之基本问题, 意识意理论性极高之问题。 Under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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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了解孔子对 自我问题 之态度, 主要可通过其对各种价值之论说而做观察。 盖意学说中所最强调之价值, 必代表力说者对自我境界之主张。 令参见页148, 自我境界之有种种不同, 乃亦无可争辩之事实。 自一一设准, 将自我境界座以下划分, 一, 行驱我, 以身理及心理欲求为内容。 二, 认知我, 以知觉理解及推理活动为内容。 三, 情意我, 以生命力及生命感为内容。 四, 得信我, 以价值自觉为内容。 我们认为, 境界作为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是极为需要的。 劳先生于哲学史书中论说孔孟及老庄思想都用上了这个架构, 显见将境界问题直接视为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的可行性。 劳先生上述的分架架构构构构构构极是对于主体境界状态的分析构。 7, 亦只是其、形上时有、观念之展开。 此、时有、本身之建立并不以解释经验世界未必要条件。 而宇宙论之主要肯定,则落在经验世界之根源及变化规律上, 此种根源及规律虽亦可视为、时有,但非超经验之、时有。 其建立根据每与经验世界之特殊内容息息相关。 故宇宙论之形态,依哲学史观点说,教型上学形态未幼稚。 但宇宙论与形上学又有一共同点, 此即以、客体性或存有性为第一序观念, 而不以主体性或活动性为第一序。 因此,皆与以主体性未归宿之心性论不同。 8、参见哲学史卷2 劳先生言,恐梦如学,原以心性为主。 此一心性论问题,可用梦子之,性善,二字标示之。 此问题本含有两部分,一部分涉及价值与道德之解释,另一部分则涉及人性之了解。 孟子将价值得性之原,安立于主体之自觉上,故,善,源于人之自觉性,即传世之,性善论,是也。 善如梦于心灵于心灵之自觉意,只在意粗陋宇宙论架构中,处理哲学问题。 夜时,如学自始集为一,生活之哲学,由孔梦之努力,此,生活之哲学,逐渐进展而成为,德性之哲学,其系统甚大,造进甚高,然独缺异宇宙论。 严格言之,宇宙论,本为一种幼智哲学思想,如学最初无宇宙论,并非一缺点,实为一优点,盖正因无此种幼智思想,如学使能直见自觉心之大本,德性之真源。 然而,人类,心灵之幼智倾向,亦未不可免者,故在寻子之后,心性之本意不明,从事如学者各入歧途。 其中遂有寻求宇宙论者,而阴阳五行之说遂渐渐侵入此类如身心念中。 极致令有历史机缘相助,此种对宇宙论之寻求,遂尘世而已如学正统面目自居,此所遗憾如被恐梦心性之精益,而取阴阳五行之望言也。 页十三underscore十四 九,参见劳斯光,哲学十三上,页五十三,其言,自连西至于慧翁,如前所论,其说颇有演变,然就肯定世界一问提言,则有一共同点。 此即,不就主体观念建立肯定,而就存有观念建立肯定事业。 如此建立肯定时,简言之,即对,价值,作依,存有论意义之解释,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然后据之以断定,世界,之为,有价值。 具体言之,此种肯定又可分两行。 其一即以一传所谓,天地之大德约身,为代表,其二则可以中庸之,尽兴,义观念为代表。 周章即明道之说,显然属于前者,一川诸西之说则偏于后者。 为行文方便,前者可称为,天道观,后者则可称为,本性观。 十,参见劳斯光,哲学史三上,页八十四,其言,在通常用语上,存有论,ontology, 本义被视为所谓,形上学,metaphysics,之一部。 本章所取,则是一特殊用法。 所谓,存有论,之立场,专指以万有实际上皆已受,理,之决定为特色, 而所谓,形上学,之立场,则指在万有之外肯定,理,而不重视理之,已实现于万有,一意而言。 此点顺便说明,以免学者误会。 十一,参见劳斯光,哲学史三上,页八十四,其言,行上学之立场, 即接近于,本性论,上文以述其要旨。 本性论,与,天道观,之不同,在于,本性,虽未实有,但并不必然是,已实现者。 十二,参见劳斯光,哲学史三上,页五十三,其言,识,天道观, 已肯定世界时,其说大致先断定有意行上共同原理,实际运行于万有中, 而未存有界之总方向,即就此方向建立价值观念。 因此,所谓,天道,必有两点特征。 第一,天道,必有实质意义之内容,不能仅为形式意义之概念, 否则即不能实际运行于万有中。 第二,天道,虽是意行上之时有,但此时有必须兼为价值之根源, 否则,若,天道,在价值上有,中立性,则具,天道,已肯定世界即不可能。 十三,参见劳斯光,哲学十三上,页五十六underscore五十七, 其言,然言,本性,知,实现,实,若只就依依性获礼, 与其相应之事观之,则四无困难。 若就众多之本性彼此间之关系观之,则有极严重之困难在。 此困难可称为,本性实现中之冲突问题。 此问题原为一切,本性论,Doctrine of Essence,之共同问题。 十四,参见穆先生言,如是道三教都从修养上讲, 就是广义的实践的。 这种形而上学因为从主观讲,不从存在上讲, 所以我给他个名词叫,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 这是大分类。 中国的形而上学,道家佛教儒家都有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的意味。 但儒家不只是个境界,他也有时有的意义, 道家就只是境界形态,这就规定他系统性格的不同。 中国哲学十九讲,页一百零三。 台湾学生书局 十五,参见劳斯光,哲学史三上,页四十九, 其言,孔孟之学原属,心性论中心之哲学, 故,主体性,观念最为重要。 十六,参见劳斯光,哲学史三上,页五,其言, 成熟阶段及心性论重建之阶段, 此一工作始于南宋之路九渊, 而最后大成于明之王守人。 陆氏首重,心,观念,及由,存有,归于,活动, 由对至于客体之主体身往最高主体性。 扬明主,良知,之说,最高主体性乃由此大名。 至此,宋明如学静至高峰。 另见,哲学史三下,页六百一十九, 其言,莲西就说,乃以形上学及宇宙论混合而立着, 故在哲学模型上看,是一,天道观,系统, 即所谓由,天道,以下观,人道,之系统。 吉山所立之,何一观,则万有何于一,心, 在哲学模型上看,是一,心性论,系统,正成扬明路数。 吉页六百二十一,其言,从哲学史观点讲, 扬明所代表之,心性论,模型之哲学, 至吉山已发挥至极。 十七,参见诸二。 十八,参见劳斯光,哲学史卷一页一百一十二, 其言,然则孔子如何发展其有关,理,之理论。 吉设,理,归,义,更进而设,理,归,人,事也。 通过此一理论,不为本身不同于仪文, 而且,理,之基础义不在于,天, 而在于人之自觉心或价值一事。 十九,参见劳斯光,哲学史一页两百零二, 其言,孟子之思想,以心性论为中心, 落至政治生活上,乃形成其政治思想。 宇宙论问题及形上学问题, 皆非孟子留意所在。 故谈及,天,时,最重视有关政治问题一面之说法, 但其理论立场则是以,明心,事,天意, 故并非提高,天,对政治生活之重要性, 时事削减,天,观念之分量。 其次,古代流行之,人格天,观念, 在孟子语言中亦有时出现, 但与其主要思想无甚关联。 此点正与孔子在论语中用语之情况相似。 此外,偶有以,天,作为,本然理序,之说法, 此即本节所论者。 此种说法虽似众是,天,之地位, 但仍语以,天,为行上实体之说大义。 另一面,孟子之心性论, 全建立在,主体性,观念上, 无论其论正强弱如何, 处处皆可以离开, 行上天,之假定而独立。 则,天,观念在孟子思想中并无重要地位, 肆意无疑。 总之,当无人取哲学史之角度, 而想审资料即使实时, 时不见,天,观念在孟子思想中有何重要地位, 纯旧理论关联看, 孟子之说义并不须涉及, 行上天。 依此,无人即可说, 天,观念在孟子思想中, 只是一辅助性观念, 躺出去此观念, 孟子之主要理论并不受影响。 二十,参见劳斯光, 哲学史卷一齐言, 我们着手整理哲学理论的时候, 我们首先有一个基本了解, 就是一切个人或学派的思想理论, 根本上必是对某一问题的答复或解答。 我们如果找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即可以掌握这一部分理论的总脉络。 反过来说, 这个理论的一切内容实际上皆是以这个问题为根源。 理论上一步步的工作, 不过是对那个问题提供解答的过程。 这样, 我们就称这个问题为机缘问题。 页十五, 掌握了机缘问题, 我们就可以将所观的理论重新做一个展示, 在这个展示过程中, 步步都是由机缘问题的要求衍生的探索。 因此, 一个机缘问题引出许多次级的问题, 每一问题皆有意解答, 即形成理论的一部分。 最后一层层的理论组成一整体, 这就完成了个别理论的展示工作。 这种工作分别的做若干次, 我们即可哲学史中各家各派的理论展示出来。 页十六, 二十一, 参见劳斯光, 哲学史三上, 页五十, 其言, 依一细说之观点论之, 宋明如学运动可视为一整体, 其基本方向是归向孔孟之心性论, 而排斥汉如即佛教, 其发展则有三阶段, 周章, 陈珠, 陆王恰可分别代表此三阶段。 若就各阶段之中心观念言, 则第一阶段以天为主要观念, 混有形上学与宇宙论两种成分, 第二阶段以性或理为主要观念, 讨喜宇宙论成分而保留形上学成分, 第三阶段则以心或知为主要观念, 所肯定者乃最高知, 主体性, 故成为心性论形态之哲学系统。 其中诸悉地位特殊, 乃综合前二阶段之思想家, 然在此发展过程中, 仍应化归第二阶段。 二十二,参见劳斯光, 哲学史三上, 页四, 其言, 佛教之宗教面, 本书中不能涉及。 就其哲学面言之, 则佛教哲学是一语先情如学不同之心性论哲学, 其精彩处皆落在价值问题上。 中国学者在面对佛教之压力时, 由其教义中之强点, 即看出汉如传统下, 宇宙论中心之哲学, 之根本弱点。 故在唐末, 学者如韩玉, 李敖等, 皆以具佛之立场而初步尝试脱离汉如思想, 概誉与佛教之价值论真短长, 即不能不抛弃宇宙论中心之哲学, 而归于心性论中心之哲学。 旧理论曾即说, 宇宙论中心之哲学, 本身属于幼稚思想, 无法与佛教之心性论抗衡, 此是客观限制。 此限制一旦进入人之自觉, 则抛开宇宙论而重看价值问题, 即是不可免之事。 二十三, 参见劳斯光, 哲学史, 三上, 夜六十一, 六十二, 其言, 在时间次序上, 最早出之周章之说, 据孔孟原指最远, 理论效力亦最弱, 依川所代表之学说, 摆脱宇宙论而较近孔孟, 然亦未能归于心性, 其理论效力遂受两种内在困难所现, 智路王则经长其之酝酿而出现第三阶段之心如学, 最近孔孟亦最具理论效力, 则何而观之, 自诵致明之如学思想, 可视为一整体之运动, 以归向孔孟原指为目的, 以层层加强理论效力为眼镜之主脉, 运动本身可分阶段, 但毕竟仍适宜运动, 且在时间次序上, 越在后者, 是能较满足原始目的之要求, 较能达成理论之稳固, 恰与历史标准及理论标准相配, 则无人无良好理由将此一运动之整体性破坏, 而强分数系, 此所以应持, 一戏说,也。 二十四, 参见朱伯昆哲, 《医学哲学史》, 台北兰登出版社, 1991年9月出版。 二十五, 参见劳斯光, 哲学史一帝203页。 二十六, 《痛前著》。 二十七, 参见蒙培原哲, 《中国心性论》, 台北学生书局出版。 一九九零年四月出版。 二十八, 参见目中三者, 《心体与性体》, 台北正中书局出版。 二十九, 参见世界红名集HTTP帽号双斜线 www.whpq.com 横肯博士者, 小于论新性大于2000年六月号。 小于成前起后论方法, 关于佛道如新性论比较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大于2000年三月号。 小于中国佛教新性论数评大于1999年九月号。 三十, 参见前著。 三十一, 关于《心性论》可以是本体论进入的功夫哲学一译。 请参见桌著小于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大于一文。 收录于《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书中, 北京华文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八月出版。 三十二, 参见著三。 三十三, 关于宇宙论进入的功夫哲学这个概念, 请参见桌著小于和上公著老的哲学体系之方法论问题 检讨大于2000春三清道家道教学术研讨会, 三清道家道教文化基金会主办桃园大西, 2000年四月二十二至二十三日, 该文一发表于世界红明集2000年六月号。 文中即以和上公的哲学形态为宇宙论进入的功夫哲学的一个范形。 三十四, 参见桌著1998年十月小于孔子的境界哲学大于台北中华艺学杂志。 该文收录于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第五章。 北京华文出版社。 三十五, 参见桌著1997年三月小于从孟子进心的本体功夫说如佛会通的方法论 探究大于第一次如佛会通学术研讨会,台北华泛大学哲学系主办。 该文收录于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第六章。 北京华文出版社。 三十六, 参见桌著小于一传中的基本哲学问题大于第四届海峡两岸周艺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师范大学中华艺经学会主办。 一九九九年八月,该文艺刊载于山东周艺研究,一九九九年第四期山东大学中国周艺学会主办。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另一收录于基本哲学问题,北京华文出版社。 三十七,参见劳斯光,哲学史三上,页六十九,其言,天道,之基本特性,原在于表存有余价值之合一。 但严格言之,此种,合一原则,既不显现于当前之世界中,亦不表思想上之必然性,所谓,合一,即落在,善,在,存有,中实现说。 但此,实现,既非实然,亦非,必然,至多人只为一意志之要求,或理想信仰所计之方向。 作为一方向看,天道,之,存有地位,即只能取,主体活动意,换言之,所谓,天道,只是主体自己自立自定之方向,并无理主体而独立之时有幸,因若不如此安利,则,天道,之说及处处成为不可解。 然若如此安利,则,天道,又无,心性,外之地位可说。 则,天道观,如何能叫,心性论,具更高价值。 夜七时,其言,至此,显然,天道,本身之,存有地位,即只能归于,应然。 而所谓,应然,不能不值根于主体性或主宰自觉中。 换言之,天道,人只能是一理想方向,或一信仰,如康德所谓之,摄准。 则,此种,天道,观念,仍只能是,心性论,下所定立之观念,既无独立地位,何能达成,心性论,所不能达成之,价值。 夜七时一,其言,躺,天道,只是由,心性,推异而出之观念,则在理论上,天道,本身即无所谓,实有性,如此则不能有所谓,天道观,应不能离,心性,而独立也。 更重要者,是,心性论,毕竟有何理论必要须立一,天道。 天道,若只一,心性,而成立,则此无,实有性,知,天道,即成为一,空明,除产生许多理论纠结外,并无正面功用, 因言,天道,者所认定之种种属于,天道,观念之功用,皆可收归,心性,本身,即无理论根据多利益观念。 总之,若,心性论,需建立一对,存有,之价值肯定,则此肯定只能是心性论本身之一部分,而不能另归入一,天道观,也。 三十八,参见卓著,小于是论目宗三中国哲学权势体系的儒佛会通大于第三次儒佛会通学术研讨会,台北华范园地,华范大学哲学系主办,作者对于这个概念的差异问题, 在该文中有明确的说明,该文一收录于,基本哲学问题,第四章。 三十九,参见其言,中国的存有论,本体宇宙论,是动态的。 穆宗三,四英说,演讲录,俄湖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九月再版,夜九十四,另言,中国人从什么地方表现存在呢? 就是从,身,字表示,身,也是各动词,身就是个体存在。 这样了解存在是动态的了解,所以儒佳讲,身身不息,身身不息,不是动态吗? 因为是动态的讲,所以讲本体论就含着宇宙论,中国人本体论宇宙论是连在一起讲,没有分开来成两种学问。 但西方人讲形而上学分本体论,ontology,和宇宙论,cosmology。 穆宗三,四英说,演讲录,俄湖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九月再版,夜九十五,另言,中国人的传统从,身,讲存在, 所以没有像西方那样分别讲的本体论与宇宙论,它是本体宇宙论和而为一的讲,成本体宇宙论。 这是动态的讲法。 穆宗三,四英说,演讲录,俄湖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九月再版,夜一百一十七。 四十,参见劳丝光,思辨录,夜七十一,其言,若就历史标准言之,则一切讲,天道观,知文件,自一传中雍至于宋如诸说, 并非是,天道,为次级观念而系归于,心性,者,反之,言,天道,者无不宜此,天道,为最高级之观念,而以,心性,为次级观念,幻言之,亦传中雍之本质,并非发展,心性论,以解释,存有,知价值问题, 提,宋如诚词说者亦不是如此讲,天道,故今日学者躺位,心性论,发展出,天道,观念,乃成为,圆满状态,则此字是另一说, 讲哲学者实不可以为此说及一传中雍之说,亦不可认为宋如讲,天道,是从此角度立说, 盖此类文件所显示之理论立场,时乃以,天道观,统,心性问题,非以,心性论,立场安顿,天道问题,也。 四十一,参见劳斯光,思辨录,页五十二,其言,佛教自释迦以来,皆是当前世界为虚妄所生。 因此,说千万法门,本至不外舍离世界以求主体之超离自由。 以佛教此语表之,即,脱身死海,正大涅槃,事也。 此种舍离世界之观点,经极可称为,否定世界,之态度。 此所谓,否定,原重在价值意义一面,但至为时妙有之教义兴其后, 遂有一现象论补充之,其,否定,遂兼有认知意义之论据。 诵如之反佛教,则指以价值意义之,舍离精神,为对象。 换言之,佛教持,否定世界,之态度,诵如则提出,肯定世界,之态度。 此一肯定自意是重在价值意义。 佛教否定世界而畅,舍离精神,时,以万有本身为一丈类, 此与印度之沸谈多哲学相通,佛教教义与沸谈多自令有不同处。 则非此处所涉及者,然与中国如学之畅,化成精神,则正相反。 观此,诵如虽不详之佛教之内部理论,其以,肯定世界,之立场,反对佛教,否定世界,之立场, 故却不失如学之大方向,亦可说符合孔梦立说之本质。 四十二,参见劳斯光哲,思辩露,小于自序大于,我自己的哲学生命历程有些内在的特色,使别人不容易了解。 这一点,我自己在五十岁以前也未曾明确地察觉到后来渐渐察觉,却也从未在任何文字中谈及。 现在,东大图书公司出版这本《思辩露》,以静作集为附题,使我想起当年闲话,正可顺便对这点自我了解略作陈述。 四十三,参见劳先生,静作集,其言,我现在要说最后一个论点,即是,哲学思考,作为反省思考看,在文化活动的世界中,可有认知功能或引导功能。 叶十七,中国哲学作为一整体看,基本性格是引导的哲学。 中国传统中有许多哲学学派,但除了极少数例外,他们的学说全是引导的哲学。 为了弄得更清楚一点,我想先对这里,引导的,orientative,一词的用法稍作解释,然后再举历史上的实力位证。 当我们说某一哲学是引导性的,我们的意思是说这个哲学要在自我世界方面造成某些变化。 为了方便,我们可以提出两个词语,即,自我转化,与,世界转化。 这两个词语可涵盖中国传统中哲学的基本功能。 页十八条的十九 四十四,穆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台湾学生书局, 一九六三年六月出版。 四十五,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一九八零年七月出版。 四十六,参见劳先生,静作集,奇言,第二层面集是前面说过的, 道德境界,的层面。 它与前一层面不同,由于它基本上涉及意志活动。 儒学其实一项将意志的纯化看成为学的主要目的换句话说, 就是特别重视道德境界问题。 从孔孟到宋明诸如,这一点可说是不变的通义。 在原始教义中,与意志纯化问题相应的是,人,观念。 后世发展的结果,就生出一个特殊部门,即是,功夫论。 Under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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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夫论,是儒学特有的哲学。 在西方道德哲学中,这一部门可说是从未建立。 印度的佛教教义中道有与此类似的部分, 但那里面含有宗教的信条,又与儒学功夫论很不同。 所以,谈道功夫论,我们就更进一步儒家道德哲学的特色。 页四十六 四十七 参见劳先生,静作吉,齐言,道德哲学在各个不同的文化传统中, 都有不同的研究成果。 但是,基本上所涉及的课题则不外三个层面。 第一是,道德理论的层面。 第二是,道德境界的层面。 第三是,道德教育的层面。 广义的道德哲学,也应该笼罩这三个层面。 在第一层面上,主要涉及的是知识系统。 在第二层面上,主要涉及的是内在意志的锻炼和转化。 在第三层面上,则主要是涉及社会风气和个人生活态度。 这三层面彼此间可以有种种复杂交错的关系, 但基本上各成一领域。 夜四时,由对道德观念的意义与指涉开始研究, 在层层吸入其他有关的题材, 结果便产生了许多道德理论。 例如,为了解释,善,的意义, 人们可以建构一套宇宙论, 一套形上学或某种本体论系统。 另一方面,为了解释道德观念的特性, 人们又可以转向道德语言的研究, 而建立一套套的,后设伦理学理论, Meta-Ethical Theories。 我们今天纵观古今中西各种道德理论, 真可以说是洋洋大观。 可是,这样繁多的道德理论, 毕竟只代表我们对道德的知识。 道德哲学的原始不只是一个知识问题, 我们还有第二层面的道德境界问题。 道德境界,与,道德理论,之不同, 追本溯源,实在是, 智性,与,意志,两种能力的介域问题。 夜四十二, 今天,我们如果顺着西方学院封上来讲道德哲学, 则可以说几乎全部研究工作都属于对道德的知识。 至于意志的转化或纯化问题, 在西方世界大致都交给宗教了。 至于东方情况就大不相同。 尤其就中国儒学而论, 讲道, 成德之学, 意志的锻炼与纯化正是这种, 学, 的主要部分。 夜四十三, 具体生活中的道德问题, 明确地说, 就是, 如何使常人在日常生活中获得道德意识的引导力量, 的问题。 放宽一点讲, 我将这个层面的道德问题称为, 道德教育, 的问题, 夜四十四, 义, 语, 性, 是儒家道德理论的基本观念, 由此衍生出的理论系统则有汉儒的宇宙论, 唐末至北宋兴起的混合宇宙论语行上学的系统, 以及偏重行上学的系统等等。 夜四十五, 四十八, 参见劳斯光, 静坐集, 齐言, 我自然不会轻视儒学的行上学或功夫论, 但我深信儒学对社会文化的引导功能, 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因为这是儒学前途的兴衰关键。 夜五十三 till the 五十四, 四十九, 参见劳斯光者, 斯光时论集, 台北允城出版社, Babao Rui, Huafei University, Philosophy Department, Lau Su, Quan, Lau Siguang教授全是宋明如学的方法论问题, An enquire about the methodology of the interpretational theory toward the study of the Neo-Confucianism by D. R. Lau Su, Quan, Abstract?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philosophy at modern age should at first face a theoretical problem that is how to interpret Chinese philosophy in a correct way. Because the expressional forms of it as works and the philosophic problems it is dealing with are all different from what we have learned about philosophy today. It is quite difficult to use the terminology that we use today to investigate Western philosophy such as the metaphysics, ontology, cosmology to interpre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D. R. Lau Su, Quan, Lau Siguang, A famous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er, Proposed a new terminology of The theory of mind and nature, XingXinLun, To interpret Chinese philosophy. Particularly he used it in the field of the study of the Neo-Confucianism. And he thought that the theory of the metaphysics and the cosmology and the ontology and so on are impossible to help to verify the statements of the Confucianism to be the truth. Only the theory of the mind and the nature could. This evokes immediately a problem of the methodology in talking about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inese philosophy. What D. R. Lau says represents an interpretational theory of the study of the methodology of the Chinese philosophy today. The author,S effort on this paper is to propose a reformulation or a reinterpretation of certain problems on this newly modern Chinese methodological theory. We are going to propose that the theory of the mind and the nature used in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philosophy is actually the theory of practice. And we can say that all the Chinese philosophy is the kind of the theory of practice. And when we devote on the issue of the theory of practice, the theory of the metaphysics, the cosmology, and the ontology become the necessities of the backgrounds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theory of practice. This paper will at first introduces the methodology of D. R. Lau, and then gives an analysis and reinterpretation of it. Cowords, Nio, Confucianism, methodology, Chinese philosophy, theory of practice, theory of mind and nature. When.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if that are you trying to figure right out and win those principles, members of the technology going up, Ona. 感谢观看